各位网友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莱昂 欢迎来到中华城线 刚刚美国一架弹道导弹监视侦察机 称为导弹监视仪的RC-135S 抵近我国山东半岛 在山东半岛 焦州半岛和江苏 沿城这一带 做拉线式侦察 严重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同胞们 如果今天你身边还有谁 天天都在崇尚美国 就像那个谁 宋丹丹的洋女 叫什么赵婷的 她的巨在中国道路被撤了 因为她一句话 她批判中国 她说我现在是一个美国人 我今天还有多少这样的人 在我们的身边出现 要不是国内现在管管控这个 对这个大家都管控的很严格的话 我真他妈想两巴掌上去 对这个身边这样的人 我们这样的两巴掌上去 为什么 美国现在已经严重在威胁我国国家安全了 今天她过来这是什么姿态 这个姿态就是在告诉你 你们不是刚刚军费历史上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吗 我就是要来干扰你们 她这个飞机过来就证明我们在这里不是搞军事演习吗 东海黄海军事演习吗 肯定是设了防空导弹或者是什么超音速导弹 在这里演习当中射了 她就过来要来监视 来找这个技术参数 严重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日本刚刚下水了一艘水下声纳监测船 专门来针对我们这个潜水艇 美国和日本三月份要举行二加二 防长外长会议 专门讨论怎么样在东海这边来遏制住我们 而且要在德洋岛附近搞军事演习 美国携带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攻击核潜艇 而河海俄级在这个日本冲城这个地方浮上水面 菲律宾刚刚打完我们的疫苗 我们给他们军队援助的疫苗 他马上回头购买印度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 来瞄准我们的军舰 北京刚刚讲 一个中国九二共识 台湾 维护主权 民主自由 在这个区域 对我们的这个 这个加工 非常的明显 美国还有在关岛第二岛队跟第一岛队之间 要部署针对我们的这些各种导弹 要部署上来 我们今天中国人面对的是非常严峻的这个 安全领域的这个形势 所以我说今天我们的网友 要学一点军事常识 学一点军事知识 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中美关系 所以说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卖国贼 还有这样的甜美的货色 看看美剧 老乱的不得了 那这样的人真的是 民族的悲哀 民族的耻辱 那么我们来看 美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 布林肯他也说了 中国是最大的地缘政治 威胁的这个对手 我们今天在两会 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了我们的军费 达到两千零九十亿美元 一万一点三五亿 一点三五五点三四 四三万亿 人民币 这个很明确 中国直接指出了 我国现在的比较落后的地方 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核武库 升级我们的核设施 我们要研发大型的 重型的这种战斗机轰炸机 还有造这些航母 尖端武器 都是需要经费的 我们在中一边境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战胜国 我们打赢了他们 那么现在边境地区 我们也要大量的军费 来守护住我们的国界线 提高这些战士的生活水准 后勤保障 都要钱 还有一场接一场的 大规模军事演习 都是需要军费的 我们好久没有打仗 好久没有放炮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放炮 那么这个都要钱的 海军军舰上的那种大炮 大家知道吧 海上的那种大炮 军舰上的大炮 一梭子180万就没了 但是我们也不盲目的 去搞什么军备竞赛 我们GDP增长6.8 军费增长 军费增长6.8 GDP增长6% 相互就抵消掉了 那么我们也说了 全面备战 应对各条战线的威胁 这个就是直指美国的 包括在台海这边 台瓦子 这个台独费子 他要是敢要是 现在做出过激行为 直接就干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日本的 这些危险的这个动作 三月是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 最新一艘水深测量船 日本称为音响测定舰 安逸号于三月四日开始服役 该舰具备掌握前顶动向 所必要的海中声音探测功能 日本海上自卫队 上一艘水深测量船 陆毅海市在1992年 当时波摩号测量船正式服役 那么该船服役后 日本海上自卫队 执行任务的水深测量船 将从两艘变为三艘 共同射程 在东海和南海 频繁活动的中国 提升的潜艇运用能力 日本海上自卫队 此举意在加强反潜作战 应对能力 这个船呢 实际上就针对我们的 安一号采用船头至船尾的船身中央部分 像隧道一样的挖控的双体船形状 还配备可供直升机起降的甲板 船体全身67米 宽29.9米 标准排水量为2900吨 航速为11节 船员约为40人 建名取自赖湖内海的安一滩 这是针对中国的 要加大反潜力度 也就是说 澳大利亚派P-8A 在空中反潜 日本它的P-3C 也配合在空中反潜 美国也在反潜 日本还要用 声纳金色船来反潜 要阻止我们的 和潜艇潜出进美国夏威夷附近 威胁美国本土 他们现在甘愿都当美国的走狗 马千足 在干这个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布林肯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国安 白宫国安会3月3日 罕见的公布拜登政府的 过度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将中国视为威胁 同日 国务卿布林肯也发表外交政策讲话 将对抗中国视为八大外交优先事项之一 他还说 美中关系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中国外交部也就此做出了回应 商量不满 两个月 美国国安团队正在对外释放信息 外交政策的核心议题是中国 这个指南 提到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 共15次 远高于俄罗斯的5次 伊朗的4次 朝鲜的2次 指南把中国视为新威胁 并写到我们必须应对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世界各国的权力分配格局中 中国正迅速变得更加独断 他是有可能将经济 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 对稳定而开放的国际体系 提出持续挑战的唯一竞争对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日稍早发表商论后 首场外交政策演说时 也与白宫的指南相互呼应 他说 我们将处理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布林肯列出外交八大优先工作事项 包含对抗新冠疫情 改善经济 重建民主 改革移民制度 重振与盟友关系 气候变迁一期 确保美国科技领导地位 以及对抗中国 中国是唯一被他列为优先工作事项的国家 还有就是我前两天跟各位讲的 美印太司令寻求270亿威慑资金应对中国 这270亿我们来看看它是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什么地方 我先各位听一下 为了有效的威慑中国 美国需要为联合部队配备适当的作战工具 以支持快速的部队派遣准确的进攻和有效的防御 报告提议建立新的导弹防御及雷达系统 演习设施 情报分享中心补给站 并与盟友举行军事合作及演习 报告呼吁美国在关岛投入 16亿美元建立360度持续综合防空能力 在帕劳部署价值2亿美元的高频雷达系统 和价值23亿美元的天机雷达群 此外戴维森也建议透露33亿美元 来发展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地面长城火力 在第一岛链打造生存力极强的精确打击网络 借此加强对中国的威慑能力 中国正在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界秩序 在这个秩序中 中国的国家力量比国际法更重要 他说美国军方以及盟友 必须提供可靠的战斗威慑力 以减缓北京的决策速度 并说服他们现在不是这么做的好时机 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念念这些 非常这种官样的这种文章 为什么 这是他们对中国的政策 全面围堵 而且 他现在重点就是拉拢日本 拉日本来对付中国 当然我们也看到日本人的自卫队飞机飞不动了 他已经飞不动了 但是不代表 我们就战胜了他们 他现在在做的是 让我们的核潜艇 从这个区域 从巴士海峡 宫古水域这一带出不去 就是来围堵我们 有的时候我也在想 咱们中国真的 你说 咱们这块地 东边 你说就有这么一个 日本这么一个国家 还就是他有这个 琉球群岛 把一条线把他们给看死 看住 而且就这个国家还对我们这么的敌对 他不跟你中国来搞合作 所以我跟各位讲 今天北京也不要再幻想跟什么 日本签署什么政治文件 也不要说什么访日了 他现在配合美国 要来掐死我们 来围堵我们 围追堵截 他知道你现在 威胁最大的就是你的核潜艇 我就是要配合美国来盯住你的核潜艇 澳大利亚也派飞机到这里来 所以我昨天为什么会出内级 我说该间谍写了 该间谍写了 不只是他们 台湾地区也是 朝鲜韩国 2011年盐平岛炮击 2010年盐平岛炮击 这一点我还是佩服朝鲜人的 他的国际线 意识非常强 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你只要赶越线 一枪毙了你 一枪毙了你 咱们到现在 到现在还是印度对天明的一枪 咱们到现在也没明过 任何的一枪 就是在对敌人的时候 没有抿过枪 没有开过枪 我不知道我们在怕些什么东西 在担心些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可能呢 这个 我不知道 我也搞不懂 那还有菲律宾 我们疫苗刚刚过去 十万剂新冠疫苗 注册给他的士兵 他这两天问国防部问印度 购买印度跟俄罗斯合作的 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 超音速反舰导弹 还是反舰导弹 这是干嘛 可他有黄岩岛的领土争端吗 他买这个导弹干什么 也是配合美国在这个地方 威胁我们的水面舰艇 是不是 为什么 所以说今天这些小国 我们周边这些国家 我们都有一个原则 是斗而不破 但现在我感觉 他们想要破 有的时候 我们总是认为 就好像我们对印度一样的 我们认为 他们不会来供我们 对吧 我们跟印度有那么多投资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 有这种战略误判了 第一次也是 毛主席几天几夜 没睡着觉 想不通 印度为什么供我们 人家要把我们吃掉 在人家的印象当中 他是英国人 昂萨的阿三 昂萨的普勒 他认为八国年轻轻的时候 也有他一份 他认为你 就是很烂的 而且你196年打败了他 他非常恨 他恨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 还在稀释宁人 是不是 那么在这边呢 这些国家 我们总是认为 我们中国实力够强大 经济实力够强大 国防力量够强大 但是大家想想看 他们要有 要破 不是我们要破 他们要破 那我也说过 那你破了 对吧 那印度也是那样的局面 是不是 也就跑了 撤军了 那这边呢 日本飞机也不飞了 那还有一些国家 谁想破 试试看吧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他们在逼我们中国人 逼我们开火 所以我就说 要么就冷下去 要么如果一旦开火 一次性到位 一步到位 所以说 你看美国 现在对中国 做的这个事情 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人家把我们当作竞争 就是说 你别听上去 好听竞争对手 这是官话 那说的不好听的 不说官话 那这话什么意思 就要灭了你 就把你给灭了 但是我说过 国家也肯定 看到了美国 现在国内这么乱 美国国内 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好 川普这两天 又起来闹事了 是不是 美国自己 他都搞不定 但是 不管他搞得定 搞不定 我们要打起 师徒的精神 既然这些军费 预算做出来了 老百姓也支持政府 扩充军备 积极备战 全时备战 这就对了 我们今天 跟这些人 你跟他讲 卢家中庸之道 你跟他讲 像老和尚念经 人家不踩你的 像周围这些小国 都是秉持的 务实的外交政策 菲律宾 为什么打了 你中国的疫苗 还要买导弹来搞你 而不是来感谢你 拿这个来威胁你 安抚他们 就像杰克一样的 到台湾去访问 这两天没疫苗了 问中国打电话 中国马上就给他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道理 他们就是这么 来打台湾牌 或者说 来给你来搞些小动作 好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那样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顾志 谢谢